我知道我又上玩家機密吸引片 它... 蛤? 給我連結 它會上我 屁啦 玩家機密會上我 吸引機機 不可能 我出現在玩家機密的影片 我還不做反應影片 反應他做我的影片 反應他出現我出現在的地方的影片 哇 然後好諷刺喔 他在介紹加班台的影片 然後我正在加班台 符合標題 哈囉各位觀眾 大家好 歡迎來到玩家機密 我是Sero Superton 又或者是加班台 在实况主对实况时间不设限的情况下 玩家可以利用donate订阅的形式 让实况的时间加上了模式 而且必须要在计时器归零之后才能够关台 不过当然在这期间汤也是可以休息的 汤实况的期... 虽然他就已经成功了 突然觉得火哥加班时间好少 但是果然是果然的啦 全为新的加班最长记录的 是一位小实况主 EmilyCC 截止3月17日的成绩 是130天 130天 还在突破 而这样的一个实况风潮 也被带到了台湾的推实况主期间 放火更是在2021年12月7日 因为想要刷色维宝可梦 加上当时加班台在台湾YouTuber界流行起来 所以最近进行加班台实况 后来经历了360个小时 大约15天后实况才正式结束 当中他还利用了183个小时 4465次的毒档 才成功刷到色维波加慢 就在刷色维波加慢上了 在直播的途中 他接着在1月30日 针对这次加班台的精华影片中 更是坦言到 粉丝的Done在当下真的是折磨 同时也是对他表演的肯定 之后在3月9日 又开始开始加班台 不过这一次是比较特别的 放火选择挑战在尔登法环中死一次 增加1小时的实况时间 因为死了非常多次 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继续的加班中 中联邦和如实在 等一下 哈哈哈哈 不停一直到现在都还在 真的到现在 真的到现在 我跟你讲他这部门一定是一个礼拜准出来的 你一个礼拜之后我还在讲 哈哈哈哈 西容 西容 可怜啊 另外台湾卖快红石口袋全年之一的哈记 他是不是还在开啊 我觉得他现在还在开了是不是 现在的实况也正在持续在行中 哈哈哈哈哈哈 好傻喔 我跟你讲加班台这东西啊 我来讲我给你们讲的概念 加班台的东西就是不能只有我痛苦 你们知道吗 加班台这东西有开过的人 一定都懂我的感受 就不能只有一个人痛苦啊 阿刘比较过分耶 当然有玩家对订阅马拉松的加班台形式感到好奇 但同时也有玩家表示了质疑 加上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玩家说 这些实况主为了赚钱而选择利用加班台 用家 这点这点其实可以用钱去算 这点其实可以用钱去算 就是啊 你可以算出十星 基本上我们讲在线一位的实况主啊 他们的钱是可以算出来的 我们就算嘛 假如说一分钟一订阅好了 然后你要维持一个月是多久 我算一下我的 一个月总共有几小时 有三十天 三十天我们再乘二次 一个月总共七百二十小时 七百二十小时乘以六十 等于说你需要四万三千两百个订阅 你四万三千两百个订阅 你就可以让你一订阅 加班一分钟的实况主开一整个月 我这样没算错吧 然后一个订阅 这样四万三千两百个订阅 一个订阅我们算七十五块 实况主差不多拿五十块 等于说两百一十六万 等于说两百一十六万 然后但是这个两百一十六万呢 我们必须要减掉五十万 因为这是最大值 就是这一个是 呃我们讲的极限值 我们减掉五十万合理吧 因为其中还包含小七点那些的 因为毕竟每一个开交班台的 不可能只有送订阅嘛 大多都是用小七点去弄 而小七点我们拿到的钱更傻 一百六十六万 我们就算实心 我们这样算实心一百六十六万 我们刚刚这样算了一个月的 小时是七百二十小时 一百六十六万除以七百二十 等于说实心是两千三 真的很多吗 就这样讲好了 一百六十六对我来讲是基本上 你平常正常开台的 一点五倍收入 我们就讲顶流啊 因为基本上能达到这数字也就顶流吧 对吧 就是我的顶流是值 就是你已经在金字塔底端了 工商那些的钱 那我们就算两倍嘛 从一点五倍变两倍 但是就我自己来讲 呃这样能持续多久 你能够开一整年吗 有些人可能会想做啊 有些人 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啊今天我送你上战场 一个月给你一百万 你要不要 但你可能会死 同理嘛 当然啊好赚啊 很好赚啊 这东西好赚啊 只是你要不要去做嘛 我没有讲做饭法的事嘛 好不好赚好赚啊 只是就是 我人生可能就毁掉了 我我我可以理解你们 平常你们自己工作也很累 你们进程状态也会很累 你们有你们的压力 但基本上 我们要付出的这个压力 是十倍以上的 然后不休息的 我还有休息时间啊 只是 会不会有罪恶感 我想会有罪恶感啊 我一天连续开十二小 我睡十二小 我会不会有罪恶感 会啊 我会让观众觉得说 我的台基本上过来这边 都是他在睡觉 你就没有办法 像是之前的巅峰嘛 因为其实我觉得加班台 不只是对你身心上的摧残 它其实也是在消耗你观众对你的耐心 就虽然我们这样折磨很好看 我们以结果论来讲 我让他妈这个人开了一个月了 但是过程中留下来的那些观众 是不是也消耗掉他们的耐心了 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我不想开加班台的原因 当然我们算的是一个很高时薪的一个工作 没错 只是相对我们也有一个寿命嘛 我总不可能 我为了要加班台 然后我每天就死人 要在开游戏 然后让我的平均人数原本从一千 诶 掉到现在 诶 五百 诶 值得吗 商业价钱砍半 品牌价值砍半 我XX被说过气 不是 反正对我来说 因为网红其实我们讲难听点啦 网红就是商品啊 但是我自己就非常清楚啦 我就永远 我永远不要期望我睡觉了 我永远不要期望我今天走在路上 能够自由自在的走着 除非我在国外 呃 我永远都要知道说 我做的任何决定可能会被放大化 你要有个自觉啦 你要有个自觉就是 你为这网红 你必须要知道你要牺牲哪些东西 你可不可以接受这东西 而不是这些本来就该牺牲的东西 你拿来靠谣说 我们不应该牺牲这些东西 你可以抒发啦 但不要当作是个他 他本来就不该存在的东西 就是代价 我很认真的讲了 这一段可是气卡出来只有骗人的 我都做到这个行业的顶点了 台湾顶流才能达到的 准备好了吗 家门台可以睡觉很好赚 门台好好赚喔 收入两倍吧 一个月收入 两百万三百万 门台好好赚喔 融资我做诈点 不能够拿网红跟医生去比啊 医生他能 说明什么算 我不把社会大众算进来的 你会讨厌吗 社会大众那就要接受这点了 我觉得很好笑啊 好不好玩 好好好 酸民不意义的讨厌 啊死屁孩嘛 社会大众其实也是死屁孩 我不知道差在哪 不知道好玩就好 我也接受这点啦 所以我从来不靠谣这点啦 我也不会靠谣恶意剪辑啊 哈哈哈 UPCOMER在他们的影片中 就有聊到了Latwick所带动的家门台风气 也提到了Latwick在这段期间的实况 虽然跟一般的游戏实况有所区别 但就像老大哥和真实世界的剧情一样 长时间的实况已经逐渐的模糊了 娱乐和现实生活之间的界限 尤其是在实况倒数时间 一直在一个小时内徘徊的时候 观众和实况主的心理压力 也会因为在期待实况结束的希望下 而变得越来越大 像是放火早前在加班台中间失严 而导致另一位YouTuber 莎吉都不满 莎吉对不起 我爱你 我爱你 那其实我 那个Sheryl我要讲 这不是因为下来的原因 我可以怪在加班台身上吗 所以Sheryl你的意思 是我可以怪在加班台身上吧 所以换句话说是不是 但是我只要开加班台的 我就可以失言 等一下我还在加班台 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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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Like 诶 诶 诶 有 诶 然後不要版權砲我 我加入你會員 不要版權砲我 我加入會員 等一下 我加入會員 不要版權砲我 我加入會員 Sero接受我 愛的冠線 Sero最棒了 愛的冠線 我加入會員 是 他 他 寶 。。.